这段时间被周杰和林心如时隔19年的撕垮大战刷屏码 其实林心如这几年来一直辛辛苦苦营造一种傻白天的公众形象 只是没想到一夜之间就彻底人设崩塌 9月12日的时候周杰再次发了一条微博 这么多年一直有人在污蔑我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不肯低头不肯屈服 很多网友觉得周杰这次发文很多明星 自然大批网友都站队周杰 觉得是周杰无辜的背锅十几年 曾经和周杰合作过的郑佩佩说周杰是个好孩子 叶选也公开表示支持周杰 那为什么当初就因为林心如在几档综艺节目上吐槽周杰抢吻伸舌头 就让当时如日中天的周杰一夜之间在娱乐圈销声匿迹 而当时的舆论也是一边倒的攻击周杰是伪君子色狼 其实马伊丽曾经的一句话说出了真相 大家都知道在《还珠格格3》中 紫薇的扮演者改成了马伊丽 还曾经因为这个接替了林心如的角色被观众所吐槽 在《还珠格格3》中 马伊丽和周杰也有对手戏和本戏 但是马伊丽并没有诉苦周杰有多恶心 反倒是在出演了《还珠格格3》之后 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这辈子不再接拍香港的戏 马伊丽还透露 在2002年的时候香港剧组的力量非常大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要拍他们的戏 当时在剧组 马伊丽一篇只有两三个小时可以睡觉休息 由此可见在当时大陆演员到香港发展有多不容易 所以马伊丽后来不再接拍香港的作品 一直熬到一步奋斗 让他从小演员变成了大明星 如今周杰再度提起这件事情 估计也是有实力有底气说出真相 那么林心如到底是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